2018年全国税收完成169959亿元 2018年末中国共有13.9亿人 平均每人交税约12227元 而全国居民收入为422632亿 简单计算 2018年我国税负工作天数为146天 也就是说一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需要交税 中国人真的交了那么多税吗 每天从一睁眼开始税就来了 假设你早上点了一杯星巴克外卖 并顺手开了一张发票 那么你会发现餐饮和配送都被收了6%的增值税 这是对商品价值增长的部分所收的税 相当于通过星巴克的生产经营 咖啡的价值提高了 而你也要为咖啡的增值多掏6%的钱 但这个税不止对你征收 星巴克在和上游供货商交易咖啡豆时 也被收了相应的增值税 以此类推 商品在流通的每个环节 都会根据创造价值的不同 而被征收不同的增值税 而增值税其实是价外税的一种 也就是你能明明白白看到的税额 而大部分税其实是价内税 税收包含在价格里 交了什么税 交了多少税 你可能并不知道 比如国家还要对星巴克征收进口关税 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星巴克在经营过程中 还可能涉及其他税种 比如拥有经营性房产 要缴纳房产税 购买车辆 要缴纳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 签订合同要缴纳印花税等 而这些税最后都会加在你的咖啡账单上 除此之外 你日常生活要交的税也不多 只不过是抽烟要收6项税 占商品价格的70% 喝酒要收4项税 占价格的60% 给女朋友买一支迪奥口红 收3项税 占57% 就连吃一盘青椒炒肉丝 从养殖制作到售卖 国家都会对整个过程征收五种税 收了这么多税 国家挣了多少钱呢 中国的国家收入主要来自三大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 国营资本经营收入 2018年三项收入的比例为 6比2比0.1 可以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国家收入的大头 而一般公共预算的是 8.33万亿元中 85.3%是税收 所以2018年税收收入占整个国家收入的比重为65% 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那政府把我们交的税钱都花在哪里了 有没有用在刀刃上 一个国家大道教科文位 国防建设 小道修路架桥 每家每户的防火防盗 其实都需要国家出钱 雇管家来统一处理 而作为一个纳税人 你有权利知道国家的税收分配 根据预算法 各级政府在每年6月到9月期间 都会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公布 2018年 我国公共教育支出 32,169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8% 其次是社会保障和就业 占15%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国防支出 都占了相对大的比例 回到根本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交税 这意味着能直接享受 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 家有儿女出场成 我们的子女将享受 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我们出行在外 经过高速公路 火车轨道桥梁 只需支付相对廉价的公共交通票价 就可以抵达目的地 此时此刻 或许我们安心地坐在家中工作 而我们的管家正在四处忙碌 他们或站岗安江 巡逻看守 前线抢险 或在医院 学校 政府 提供各类基础的公共服务 最近 蔓延到全球的新冠肺炎 除中国外 现在还没有看出 哪个国家政府 有意愿 全有能力 采取强力的措施 来控制疫情 在欧洲 普通民众会因为政府增收税款 走上街头抗议 但是这次疫情 却很少有人站出来 指责政府抗议工作不利 本质上 这是因为 欧洲政府并不是像中国一样的 无限责任政府 民众心中 也没有所谓的青天大老爷 或者父母观的概念 总之 看似带着冷酷面具的纳税 其终极目的 却散发着充满温情的光芒 让你我他 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微信关注公众号 阿牛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税 可收到电子版智商税 一步让你辨认各种智商陷阱的 反套路手册 每一个三连 都是对阿牛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